欢迎你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20分 今天晚上呢有人很紧张啊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的现场这样子 好啦慢慢来 好 OK吗 可以 虽然算是新人 但也许有一些朋友已经看过他的戏剧作品 人生最爱的事情其实是唱歌 因此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我们一起来欢迎时间交给你啰 你要怎么自我介绍啊 大家好我是Anson洪浩俊 洪浩俊他就叫Anson 那我因为在那个听你的歌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这一次的EP叫安生 对这一次的EP呢是特别用我英文名字 谐音Anson来命名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 哇很妙就是你叫Anson 然后你的首张EP叫安生 这写歌的人厉害啊 我本人 哈哈哈哈 来给本人加油一下 你这idea放很久了 没有这其实是唱片公司的 想法 就想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听到 我听到那个demo的时候 我觉得这歌好好听 但是就觉得需要一点巧思 对 然后我们就 他就有一个题目 你用你的英文名字安生写一首歌 所以那个时候英文名字安生 你就出现这两个字了吗 那时候就是 还是说有想一下 因为Anson嘛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Anson啊 但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他跟安生这两个字可以这么贴 那时候给的题目就已经出来 就是安生 很棒 然后慢慢去思考安生对我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就往歌词就是开始这样去捉摸 这样子 但其实也有蛮多写词的人一起竞争 共同创作 一直竞争 所以我有获胜到这首是拿我自己的词 我自己很开心 那很厉害 我本来还以为是共同创作 不是 是大家来笔稿 你知道有一种笔稿叫盲笔 就是说名字都盖起来 然后看哪一首歌词最好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谁写的哦 然后最后选中 然后揭晓 洪浩俊 我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盲选 我不知道 盲选的话 如果真的被选中 就代表你其实是 因为你最了解安生啊 有谁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呢 了解 对啊 对啊 就是其实我把我自己的 对于安生的想法 然后对于我一路这样子觉得 写歌什么感觉 然后我写到这个歌词里面 对 因为写到歌词是写自己 所以呢 我觉得你也很能够去把这首歌诠释出来 对 唱歌就是你最爱做的事 现在有这个EP的发行 你有觉得很开心吗 很弱泪 真的是 因为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唱歌 对 然后终于有自己的EP 然后自己的歌 还包括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真的是上天给的礼物 对啊 然后看着那个自己的MV这样 天啊 我以前都只能拍别人的戏 我现在怎么会有自己的MV呢 这样 对 但演戏不好吗 演戏好 但是唱歌更好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唱歌是我从小一直来的梦想 我刚开始也不知道我会走戏剧 但就是有机会 本来你就想说如果有机会进这个行业 一定是歌手 对 本来是这样想吧 因为小时候对于歌唱歌声这个东西 就被很多 就被很多人称赞过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那 但就是先接触到的都是广告 其实是这样讲啦 我听完你的这次的EP 我认为你的确是还蛮能唱的 谢谢 谢谢 而且 不用叫老师啦 我没教过你 我有教过你吗 没有 那你干嘛叫我老师 可能是 口误口误 不要乱学 当中是口误 不要乱学 好啦 我其实是要说 特别是情感 你其实在这个 因为你三首歌都是抒情歌嘛 对 所以你情感的运用 其实用得很好 这样 那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我们一开始听到安生 就是这一次他EP里面 经由你自己的填词创作 想要跟大家 给大家的自我介绍 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半 好 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是洪浩俊 嗨 嗨大家好 我是Anson 洪浩俊 有好一点吗 有 慢慢来 现在在我们电台这个环境里面 有感觉到比较安身吗 有啦 慢慢在寻找这个方向 在这一次呢 你的EP里面也唱了另外一首歌 叫傻孩子 对 傻孩子这首歌 其实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有发现 就是在2007吧 似乎是 对 很遥远的 对 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然后今天我也看到 有听众在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重新唱这首歌 但是我说实话 我第一次听到你唱傻孩子的时候 我就是当他是新歌 因为我真的不记得 原来的歌了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你的情感 在这首歌里面 我就是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感谢老师 感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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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了就讲了啦 感谢建恒哥 那你自己收到这个歌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一首曾经被发表过的作品吗 我知道 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也听过 但是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好听 那其实这首歌当初被选进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我们一开始就唱新歌 现在歌手很多 金车很多 可能会被人家觉得马一末没听到 那可能这首曾经也是Hito的歌让大家重新听到不一样的版本 男生的版本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因为在之前其实我对这个歌已经渐渐淡忘 因此即便我在听完你的傻孩子之后 我仍然都没有想到他是一首重唱 对 所以这已经是你的歌了啦 我觉得 好 对 好我们现在听到了傻孩子 这个是在这一次洪浩俊他推出的EP里面 重新演唱了2007年的一首歌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歌的原来的感觉有没有印象耶 对 但是呢我想也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比较一下好了 2007年当时歌手叫言伟玲 你后来录这首傻孩子的时候有拿这个版本出来听吗 不敢听 不敢听 因为我怕会太 就是怕会学 所以我尽量自己揣摩那种感觉 揣摩用自己的 对 但我觉得你还是真的做得蛮好的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你的版本的傻孩子 我那时候其实在你的第一句歌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新人其实他唱歌的情感蛮真的这样子 那时候我特别去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希望让大家可以听到我不一样的心思 所以我前面唱法跟后面唱其实有点不一样 有一些调整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把那个层次唱出来 对 嗯 前面比較注重口氣 然後用講的 後面才有點傻狗血的 後面是越來越讓這首歌 來到另外一個新的高潮 但我們現在就來聽聽你的 其實我覺得各位聽眾 剛剛已經聽過2007年的版本 但2023年 我認為這就是屬於洪浩俊的歌了 好的 歡迎你繼續回到 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來到我們節目是第一次 上廣播現場的洪浩俊 嗨 大家好 我是Anson洪浩俊 對啊 大家都有在 幫助你慢慢的感受 就是這個人生的第一次 對 很多人陪伴 很開心 好 EP裡面有三首歌 這是洪浩俊他跟大家用音樂認識的第一部 其實在三首歌裡面也有一個作品 是來自他的創作這樣 很開心啊 對 因為可以很驕傲的跟他們說 有我的歌啊 我寫的 對 就是現在要聽到的這一首叫 再見我講 對 再見我講 怎樣 是一定要你講 我覺得這首歌他 其實我只是覺得 我啦 我個人是一個非常 重感情 害怕分離的一個人 我覺得說再見是一個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覺得這首歌必須要把它寫下來 我就慢慢把它寫到歌詞裡面這樣 那這歌寫完公司就通過了這樣 也不是 因為其實我有創作 我有累積了一些創作 然後給他們選 最後選出這一首 我覺得大家都也還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又特別找了就是又彤公司的師姐幫我製作 然後其實有不同的巧思啊 這首歌比較像他我們是想要呈現比較live 然後比較跟大家說故事慢慢的這樣子 揮揮道來那種感覺 我覺得又彤算是一個蠻有想法的女創作者 對 所以當他把一些對音樂的概念想法放在你的身上的時候 你一首原來的創作會因為他的關係給了一些新的啟發 對 靈感 對 即便是你自己的創作 照理講應該是你給別人靈感 但有時候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互相的 就火花 對 就對你來講已經是一首熟悉的歌了 因為你寫的 但透過別人的角度 你發現自己的音樂裡面產生了新的感覺 對 所以你唱的時候肯定跟你那時候寫demo的 對 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沒有唱的那麼的進去 然後會唱的比較出來 但是這首我就會慢慢就想 就會用心裡 就真的從心裡面去唱 其實在錄的時候蠻有 蠻touch 對 好啦 那已經真的成為歌手了 對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的歌 那成為歌手這個身份 你有給自己什麼計畫嗎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特別覺得一定要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很相信緣分和安排 我覺得是我的就會到 所以就慢慢跟隨命運的腳步 好啦 這是命運的腳步啊 但夢想呢 夢想裡面呢 夢想確實是 你期待他可以走到哪 其實我覺得我這一張EP出來之後 我覺得我有一點在我的音樂部分有一點安生了 就是覺得有一點 至少我 完成了人生的一個 然後我對得起自己了 然後後面怎麼樣就看後面了 然後我已經給我自己 拍拍手 對對對 那你會想要 至少很多的歌手都希望有一個機會可以用音樂跟粉絲面對面 會 有計畫 有計畫了嗎 可能未來會有一些訊息 希望大家也可以鎖定 OK OK 欸 可是你要辦活動的話 只有三首喔 會 欸 我其實蠻多創作 其實會唱 但是也會覺得 好 各位不用擔心 你只要在那個數位平台找到了洪浩俊的歌 你聽完三首之後 他還有三首是給你練習的 哈哈哈哈 對 卡拉可以讓他 對 比方說我就現在很想練那個傻孩子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只要在數位平台找到洪浩俊 他傻孩子會給你一個卡拉板這樣 他每一首歌都有 你都可以在家裡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沒錯 如果有時候不想 想要安靜一點可以聽聽卡拉板 哈哈哈哈 對 我覺得是練唱蠻好的機會啊 誰那麼大方 連卡拉都給了 呵呵呵 好 我們今晚聽到這首歌叫 再見我講 那也非常的謝謝 來到我們節目的新朋友 洪浩俊繼續加油 謝謝 謝建宏哥 謝謝你 謝謝大家